这火锅里面竟然还有龙虾 安大略十个门这个真是个好地方 今天上午呢有三栋房子要宴 都是这种用来养老的 就是他这个净的租金很高的这种房子 我是在罗站寄座房产的Chris Liu 这不是到了中午吗 就找个地方来吃点东西 点了两个小火锅 然后其中一个上来 这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龙虾尾 一锅都是海鲜 还有另外一个火锅呢 就是这个韩国的泡菜啊 牛肉啊 反正也是这么满满的一锅了 还送饮料送米饭 这种小火锅呢 就是配着他这个酱 而且这个米饭也很香 这顿饭真的挺实惠的 具体多少呢 咱们后面来说 它这个龙虾呢 大概就是一磅多的这种龙虾的龙虾尾 但是像这种快餐里面 能出现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另外呢 里面还有这种蛤蜊啊 青口啊 这种小鱿鱼啊 各种鱼丸啊 反正种类都挺多的 这个龙虾锅呢 是23 那个泡菜的是18 加起来反正总共算下来是46 你觉得贵吗